大家好,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她的声线刚毅如山,而她的声线温润似海 二人不同的声线碰撞出山海般壮阔与动人 在刚柔并济中重新诠释了歌曲的内在精神 他们互飙高音时,瞬间点燃全场 那种惊鸿一撇的魅力直击人心 近日由谭维维和王兴玲共同演唱的歌曲《山海》惊艳全场 这首歌改编自台湾摇滚乐团的同名歌曲 在登上综艺节目后成功出圈 而这首歌的上一次爆红是四年前 华晨宇在歌手第二季舞台上的翻唱 《山海》为何引起众多歌手的青睐 这两度翻唱有哪些不同,又给我们些什么启示 两度翻唱,现场演绎赋予歌曲全新意义 经过明星翻唱后的《山海》不仅借助舞台的现场表演 带给观众更加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还被赋予和原唱不同的意义 无论是编曲、配乐、歌词和唱法 综艺舞台上的现场演绎的歌曲都与乐队的原唱 不可同日而约 歌坛同辈中极具音乐才华的华晨宇 曾在多个综艺中展示了纵横匹合的舞台掌控力 经过他重新编曲的《山海》 在中心主的粗粒风格中杂柔了梦幻与华丽 两段主旋律间新加的吉他solo 以说唱形式延续他以往的曲风 高低八度的自由切换增强了歌曲节奏的层次感 再加上凌厉的台风以及极具爆发力的身体语言 将歌曲的情感充分释放 在层层渐强的音浪中把情绪推向高潮 让观众沉浸到歌曲营造的异度空间中难以出戏 华晨宇的感染力来自于他融入真情的演唱 他更多表现的不再是原唱中 面对理想的失落和无处可逃的沮丧 而是上下求索并渴望重新找回自我的决心 说唱部分歌词消解了原唱无可拨一的 《怅然失落》增添了几分迷途知返的醒悟 所爱隔山海茫茫 为只为一生回响的山海 不再是远离世俗的桃花源 而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重重阻隔 但回响告诉我们 自我仍在追索的路上 华晨宇为这首原本步伐低沉的歌曲 赋予了更积极的意义 谭薇薇和王心灵最近的再度翻唱 同样给网友不同意以往的视听享受 直接让山海再次爆红 还让王心灵二宫赢了喜提热搜 谭薇薇和王心灵的风格和唱枪似乎完全不搭 却在综艺的舞台上做到完美融合 山海的高音适合谭薇薇 而王心灵丝毫不示弱 展示出不同与以往唱跳甜美情歌的实力对接 尽管谭薇薇的唱枪在声音上稍显霸道 但无论是主歌部分的独唱 还是副歌部分的和声 两位歌手都处理得相当平稳且契合 谭薇薇的怒音如惊雷急剧震撼 王心灵已清澈高音承接 观众内心的洪荒之力被瞬间唤醒 在呐喊中获得某种从心底深腾的力量 撕裂和愤怒之余多了几分自我救赎的意味 风格差异 竞技综艺塑造音乐不同曲风 或许是因为山海本身的摇滚属性 尽管原唱专辑屡次获奖 但是歌曲知名度还主要停留在小众音乐圈 它的真正出圈是2018年华晨宇 在歌手第二季舞台上的翻唱 还有《乘风破浪》第三季中 谭薇薇和王心灵的再度翻唱 原本停留在小众音乐圈的摇滚 借助拥有超高人气的综艺节目开始 被大众关注 从歌曲传播角度来说 正是综艺节目的翻唱才使得 小众歌曲出圈人之爆红 并且综艺节目不仅带动歌曲传播 也在现场演绎中造就不同音乐的风格 这两个版本的翻唱 都给山海带来不俗的艺术表现力 两个版本的最大区别是华晨宇的独唱 谭文维和王心灵的合作演唱 虽然同为现场竞技 但华晨宇的编曲更多体现地 借助摇滚表现自身 对歌曲的计较和展示 而谭文维和王心灵 则在两个人的不同嗓音和唱腔中 彼此配合完成歌曲的演绎 华晨宇在原曲基础上 增添了大段的旋律和歌词 他明白以转音形式重复六遍 在情感逐层递增 配合抱头的手势和表情 充分发挥他的音乐才能 和舞台表演功底 而谭文维和王心灵的翻唱 虽不如华晨宇这般华丽 但足够真诚 从最初的先后独唱 到两人的和声 再到独唱与和声 两位歌手将自身的实力尽显 他们彼此配合目起 在唱腔上运用出 突出不同的声线 带来不同的层次感 还有眼神之间的交流 加上两人置于屏幕同框的制作剪辑 更加衬托出两位歌手相互应沉的演绎 展示出处于现代女性特有的自信 独立和互助 而面对《山海》这首极具爆发力的歌曲 两个版本在处理上也有不同 华晨宇的高音惊人 胸中呐喊的声线极具穿透力 不同旋律的歌词重复为 承接上句的低音 又可延续之后的副歌 相对而言 谭文维和王心灵的版本 在女生的衬托下更显的空灵 将力量感化解在山海的柔韧之上 就像他们在节目中说的 谭文维象征着山 王心灵象征着海 山海不再是远离世俗的桃花园 也不是难以跨越的障碍 而是相辅相成 彼此成就的依赖 如果说谭文维唱出了 理想放逐后的不甘与愤怒 那么王心灵则唱出了 精力磨砺 但初心不改的坚韧 如果说华晨宇的山海 尚且有着 自我面对理想与现实的抉择 那么谭文维和王心灵版本 在主题上不再探讨 深刻的人生哲理 而是直面人生 并自我修复的故事 永不言败 音乐精神催生鼓舞人心的力量 从歌曲表达的主题上来说 翻唱版本都改写了 原唱诉说理想失落后的 《怅然你第一迷》 从而变成了 不甘于命运臣服的积极进取 他明白他明白 我给不起 不再是愤怒者彻底决绝的狂暴 而是挑战者永不言败的 呐喊挣脱 这种主题的改写 结合歌手自身的成长经历 更显示出歌者不断挑战 自我直面人生的决心和精神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